奥巴马政府目前只向乌克兰政府提供非杀伤性武器援助 不过美国官员最近表示 美国愿意考虑提供武器 尽快结束这场冲突 奥巴马总统提名担任下任国防部长的阿什顿卡特 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表示 他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支持乌克兰人保卫他们自己 我现在无法说这些武器的性质 我还没有跟我们的军方领导人 乌克兰领导人协商 不过我倾向向他们提供武器 也包括杀伤性武器 我肯定你们会问这个问题 不过卡特稍后对同一个委员会说 对莫斯科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 应该仍然是西方国家阻止克里姆林宫援助反政府武装的主轴 罗马天主教宗方基各星期三在梵蒂冈发表讲话时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干预力度 帮助启动结束这场冲突的谈判 教宗把基督徒之间的战争称为丑闻 当我听到胜利或打败这样的词时 会感到非常的痛苦和悲伤 那些词不正确 唯一的正确用词是和平 这是唯一的正确用词 乌克兰控制的杰巴利采沃镇爆发的最新战斗 引发了一场全面战争 而为结束这场九个月叛乱展开的最新一轮和平谈判 上星期失败 美国之音记者布朗 华盛顿报道